中国皇甲海军陆战队 4号在直布罗托海峡扣押了一艘伊朗的邮轮 这艘邮轮疑似是要向叙利亚来运送石油 违反了欧盟对叙利亚的制裁禁令 邮轮当场遭到扣押 而伊朗当局气得跳脚 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抗议 还扬言要扣押一艘英国邮轮来作为反击 能够装载200万桶原油的格雷斯大型邮轮 4号在直布罗托海峡遭到扣押 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跟直布罗托警方 及海岸防卫队联手合作 出动直升机登船 阻止邮轮继续前进 大动作扣押是因为有证据显示 格雷斯一号违反欧盟制裁 准备运石油到叙利亚的巴尼亚斯练油厂 专家分析格雷斯一号避开苏伊士运河 大老远绕过整个非洲大陆 可能就是为了躲避查扣 没想到最后还是在直布罗托海峡被拦截下来 伊朗当局气得暴跳如雷 痛批英国的做法根本是海盗行为 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抗议 甚至扬言扣押英国邮轮反击 英国强调他们是在执行欧盟的制裁 但西班牙跟伊朗都表示 这次行动应该是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 美国去年片面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 就一直对伊朗施压 想将伊朗逼回谈判桌 双方关系紧张 如今英国也跟伊朗僵持不下 恐让波斯湾的紧张局势再升温 丁宇全编译 镜头回到台湾来看到 无器渔港发生了翻船的意外 有一艘华航168渔船疑似进水 在码头边再附再沉 由于进水很严重 90度侧翻几乎快要沉没了 还好海巡人员发信之后 赶快以绳索固定 再通知船主 由船主联络吊车到场 将这艘华航168号渔船 吊起送修 并且在翻船的渔船周边 放置了拦游锁 同时也运用了智慧型港间系统来监看 确定没有漏游的情况 而现场人员看到船民 也忍不住说 还好不是飞机而是渔船